四裸裸的让大家看到 总共等了整整12天 才因心机亮相露变 远航无预警宣布停飞部分航线 面对千名旅客受损怨声载道 董事长张刚伟却一路身影 这个它内部其实还是维修的蛮好的 不是像外界讲的那样 从18号起至月底 远航取消班次共31个航班 而平均机灵24年的MD型机队 更在半年内已三度出包 我们把这个MD调去飞国内线 所以导致了就是说MD的飞时超过 所以这个民航局大局也觉得说 我们应该要取消一些航班 维护这个飞安品质 所以我们也配合 但早在四月远航校民航局 提供五月颁表时 就已被提醒飞行管制问题 需要调整 远航却不予理会 放任最终无预警停飞 这一次攻击我们的 出来发言的 好像几乎都跟我没有业务关系 都是别人的 这个奇怪了 这是spy还是什么东西 远航强调以妥善处理赔偿事宜 把民怨凹成被攻击 如今更被周刊爆料 远航的无预警停飞 原来是财务出了问题 笑话一折 这一次实在是太扯了 其实这个已经牵涉公共危险了 我们也会对这个不时的报道 我们会提起公共危险的这个告诉 黄论是否真的牵扯阴谋论 无预警停飞是事实 危机处理来的太慢 也确实影响旅客权益 此刻的出面灭火 恐怕已难换回旅客信赖 简纯紫分里配是N小组台报道